Lun Sang 新的 好啦 今天會錄這一集是因為最近看到收到華雲的電子信 然後裡面提到他們已經推出了兩款2.5G的NAS 而且是主打電競的 然後採用的是賽洋的Gemini Lake的處理器 然後用DDR4的記憶體 然後支援2.5G的網路 還有HDMI 2.0的4K輸出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的官網 官網好像隔沒多久就有把這個產品上上來了 有兩個型號 一個是2倍的AS5202T跟4倍的AS5304T 點進來以後會直接看到的是4倍的款 可以看到這次的外觀蠻特別的 它直接就是紅色的CI 最主要是這個Logo的部分變成紅色的 硬體部分就是採用比較新的賽洋的Gemini Lake的4核心的處理器 然後用DDR4的記憶體 那記憶體不確定是不可以升級的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規格 然後有2.5G的網路 而且是雙頻寬 所以可以支援網路聚合 可以達到5GB的網路速度 然後最大支援56TB的容量 然後4K的輸出大概這樣子 然後支援網路的寬型 然後電競風格的ADM 好像電競風格的ADM好像是說它的桌面那些UI的部分有變成比較電競的風格這樣子 不過實際上電競在哪裡我目前還是不太了解 所以往下看看 CPU的部分是J4105這顆CPU 喔可以擴充 可以擴充 OK然後2.5GB的網路兩個 然後可以做YouTube跟Twitch的遊戲影片備份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跟他說跟電競比較有相關的吧 然後一樣有三年保固 喔這邊的4K 而且還是支援10bit的 所以就是有HDR 那HDR的格是支援VP90bit Profile 2的 然後是他們的影片 然後影片部分可以看到這邊有 Nimbus Tour這個名稱 所以是他們電競納斯的品牌吧 對 好然後 然後 大概這樣記憶體看過了 對然後網路支援2.5GB聚合網路到5GB 然後 隨附的有CAT51的網路線 然後傳輸速度可以到500多Mega 550Mega左右了 那這樣放SSD就有意義了 然後接著這邊就是電競風的ADM介面 在玩家力量的集體凝聚電競魂上升 欸這邊好奇怪喔 如果這邊有一個空白 為什麼後面不多拿一個空白 感覺這邊少了一個空白的感覺 他說 我看一下細節他講什麼 業界領頭羊推出展新電競風ADM介面 多樣桌面任君挑選 展現有別於以往新面貌 滿足玩家凸顯個人特色 所以好像只有桌面桌布的改變 在整個界面上其實好像是一樣的 在這個Ctrl Panel的地方 好像是一樣的 喔桌面 大概就是桌面跟鎖定前面有一些預設的電競 電競的應用喔 這比較有意思 應該是他們主打的重點 可以運用你的PC上的儲存空間 通過isclassy.0.0.0 下面在幹嘛 可以直接看圖 4K的HDR Video 透過Switch 可以直接儲存到NAS 然後再透過另外一個Switch 可以到YouTube 喔所以就是 喔我懂了 就是你通常在打遊戲的時候 然後你實況上傳到平台的時候 他也可以直接幫你傳到NAS裡面 如果您擔心自己的實況影片從平台上消失 TakeEasy可以讓您直接下載管理影片 甚至自動下載訂閱影片至NAS上 這個意思是什麼 喔就是你 我知道 這個情況其實是有的 就是有時候你放不到 把影片啊 放到平台上以後 但是平台可能因為各種原因 他會把你下架 下架以後如果你沒有存這個檔案 當然就沒有了 那這個好處是 就是你上傳以後他可以用一個 TakeEasy的應用 然後可以把你下載下來 把你上傳影片下載下來 而且這個TakeEasy 也有支援 RSS feed 應該是這樣子 好 然後輸出4K的畫面 支援HDMI 2.0A 然後10K 不是10K 4K 10bit的畫面 然後4K 60Hz 支援的是 VP90bit Profile Tool 然後也有支援HEVC這個功能 然後 青鑽美琴電競紅 就是他的外觀 就是做了一些設計 就加了很多電競風格這樣子 欸這邊寫什麼 AS5202T 他是不是因為他把 AS5202T的文案超過來 然後忘記改成 AS5304T啊 我在看的是AS5304T 結果這邊寫AS5202T 好 可能是沒有改到 然後 運行的安靜分貝 然後24X7的可靠運用 欸 這邊有個數據 硬體回修比率 僅0.6% 然後耗電量是 休眠 硬碟休眠的時候是12.6W 電行資料處理的時候是27W 我覺得我剛才想到 這個安靜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如果 也是用全SSD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其實沒有硬碟的聲音以後 NAS的聲音如果能夠更小聲 那他可以放的應用的場景跟環境就更多了 因為原本硬碟很大聲嘛 那個硬碟通常轉起來都會比 NAS本身的風扇還要大聲 除非你的NAS是非常高速運轉的時候 那個風扇才會比較可觀 那一般來講 我覺得如果用SSD後比較沒聲音 那最大聲的應該就會在NAS的身上 所以NAS的風扇的精力 在SSD NAS上就會顯得比較重要 然後下面 雲端360的備份技術 我記得這一次好像已經推出ADM3.4 而且ADM3.4裡面已經有加強了雲端備份的功能 就不像以前只能綁一個帳號 它是可以用任務的方式 例如說你有好幾個Google Drive的帳號 那你可以排成讓A帳號同步 A資料夾 你NAS上的A資料夾 然後B帳號同步 NAS上的B資料夾 一次類推 不像以前會比較有局限性 現在如果有ADM3.4的話 這個應用就蠻重要 我覺得 然後 MyArchive的能備份技術 然後 然後也有快照 對 因為現在已經有支援那個BTRFS了 所以 就支援快照功能 我覺得 這個也是 會買NAS的人 會蠻注重的 然後虛擬化Docker 協作 多人多工程區 連線 搭配Easy Connect OK 數位家庭有 Portal Looks good Portal Gallery 還有Res Player 然後這邊是App Central 哇這個 這個螢幕的圖也太粗糙了吧 這個顆粒也太明顯了 簡直像鋸子一樣 應該不是我螢幕解析度的問題吧 對啊 放大以後它還是這樣子 這應該是原本圖片就 解析度太夠 然後有全方位安全監控 四度免費五步啟動 行動App 然後三連保固 然後它告訴我 有興趣的機器是這些 看完了 好所以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 推出電競的部分 主要感覺就是像外觀的 呈現上面 然後應用我覺得比較多 還蠻適合YouTuber會去使用的 就是那個TakeEasy的功能 還有它剛才有一個是什麼 你一邊實況 它就一邊幫你存到 存到NAS的部分 我覺得這兩個跟電競 比較有關 那如果一般消費者 我覺得還是可以買 原因是我看過這一台的價格 其實沒有非常高 它主打的價位還蠻親民的喔 然後以Intel的處理器來講 效能應該也 基本上都還蠻夠的 然後有記憶體DDR4的 而且它是可以升到RGB 那 那網路線的部分 它不是只有兩個1G喔 它是兩個2.5G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 有支援到2.5G 甚至你可以做到5G的聚合的話 這個應用其實 在這個價格來講還蠻OK的 然後也有支援 對4K 2.0 這個蠻重要的 好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希望之後有機會 也可以來開箱這兩台機器 喔對了 接下來我們也會去參加Computex 我們也想採訪華雲昭 對於這台這兩台機器的定位 還有想法是什麼 所以有關Computex的內容 邀請您可以追蹤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